昨天断食了一天 喂了驱虫的药 早上起来看一下平安的状态 拉了一点点拔拔 然后还好没有拉血了 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去医院打个针 但是要不要需要喂点东西咧 喂一下医生哈 坐下 起来 乖乖 这是昨天给狗狗买的狗粮 一百六一盒 然后这是一个礼拜的驱虫药 还有这些蒙托食尚跟豆干粉 因为他昨天一天没吃 我先给他补充一点医生菌 这个堆到水里面看他喝不喝 我买的是这种人喝的 少弄点看狗子喝不喝 化一下 融化了 来啦昨天没有喝水 那有味道是吧 还是喝了 不快喝完咱们去医院 今天乱了爸爸一点血都没有了 还是要对这一下药 医生说这个驱虫药 一天要用三支要两次 然后我先去给他喂一次 好狗 好狗 出门前先给平安喂一点点这个狗粮 医生说可以要吃四天一公斤 一百六 我们看看这个狗粮跟平时买的狗粮有什么区别 好 这一小袋就是半斤 好贵 这一小袋就是40块钱 就这么一小袋 看看食欲怎么样 我还没有开始喂你已经迫不及待了 大哥不要傻 不要傻 这个很贵的 一滴都不要傻哈咱们 对一滴都不要浪费 天呐平安的食欲好好饿 你嘴巴不要往外拱啊 饿肠了饿肠了 饿死宝宝了 好家伙 来车库准备去医院 又拉了 看一下 拉的还是这种 亲密一下 又要打针了 他找到哪里还能用臭装 没有血 又血 就是血 手脂好像也抹得拉出来了 两个护士小姐姐 还打针了 乖 为了两次药啊 平安现在的便便的话 没有血了 但是是很稠的 就是拉锡不成形状 看后期会不好一点 那我带平安去的第一家医院呢 做了各种检查 然后医生告诉我 是肠胃炎 急性肠炎 可能会发展成很严重的一个什么病来着 然后就治疗肠炎 输了五天一夜 结果呢 输了五天一夜之后 还是呢 非要用了两千多 然后后来我换了医院 换了医院 医生检查了平安的便便 说是因为体内有从导致的那个拉血啊 然后开了驱虫药 打了两针 那么现在看起来 他的食欲和各方面都比在第一家医院精神好多了 那么第一家医院是不是一开始没有找对病 然后没有对症下药呢 当我自问第一家医院为何给平安采取了粪便 但是没有检查出来 他体内有从类 医院是这么给我解释的 当时用棉签捅他那个屁股的时候 没有采取到便便 然后只采取到血 那我做的便检是干嘛的 那我便检是不是白做了 反正第一家医院对于我的质疑 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弹势我 到现在为止就是不了了之了 也不处理了 看起来那么豪华的一个连锁宠物医院 周围昂贵不说 居然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后 没有找到病因 没有对症下药 我真的是服了 目前平安还在积极的治疗中 我每天有给他喂药 要喂蛆虫药 然后要喂蒙托斯散 要喂医生菌 如果他现在拉雪止住的话 我就不用再喂云南白药了 早言之爱 家里面宠物如果说生病了还怎么的 虽然送去医院治疗是正确的 但是一定要选好宠物医院 特别是给你们附近的周边的狗群里面问一下 我的宠物群就是我们周边邻居的宠物群 就说那个医院收费太贵 而且不作为收费贵 我没关系 只要能把狗子治好都无所谓 但是花了钱又没有达到合适的效果 可真的是要命啊 希望平安快点好 好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旅行了 我想旅行已经圆得不行了 不行不行的了